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朋友们 最近我添置了一些摄影的器材 包括一些声音收纳 包括一些录音的软件 这次我准备了大量的包裹 我一次让大家看个够 看个爽 看到嗨 那我们现在出发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是Brett Y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来收看本期视频 那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包裹都摆到桌面上了 那我们就一一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那我们先从这个小键的开始 我感觉这个像是我买的那个怪手还有那个云台吧 让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怪手和云台 它里边包装还是挺简单的 里边有两个这样的小盒子 我让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小盒子做的还是 我感觉还是挺精致的 也挺方便的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小包装的 就是小配件的小包装 就非常方便 无论是你外出的时候 还是你平常日常的收纳的时候 这样会非常的整洁 大家应该都会明白这种感觉 就是你买了很多的这种小配件 但是你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系统的话 你外出你找一个东西找一个配件 会非常的啰嗦 非常的麻烦 会非常影响你的拍摄的心情 也非常影响你视频的创作 也耽误你的灵感 有时候我们的灵感 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来了 你突然想到用这个配件的时候 包里边都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小配件 到时候你又不好区分 非常影响耽误你的视频创作 我们打开这个包装来看一下 废话不说了 它这个包装有正面有两个卡口 侧面的还有两个卡口 密封性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蜗牛的 来自于蜗牛的云台 这个云台我感觉还是非常实用的 我买所有的设备都是以实用为主 我并不是一个器材党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不是一个器材党 我只买实用的一些物件 你像蜗牛云台的话 我平常我会用在我的监视器上面 这样子的话通过我的A7M3 连接这个蜗牛云台 再通过蜗牛云台 加载我这个监视器的时候 我就可以来回的灵活的去翻转它 是非常的方便的 而且我还可以搭配我的弱德的麦克风 也就是这个 这个弱德的这个枪型的麦克风 你比如说像我在拍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平常都是拿着一个八转移的三脚架 这样来进行自拍 你在冲着这个弱德麦克风进行说话的时候 那突然说我旁边刚好有个人 或者是我想拍一些其他我想看到的一些 比较美丽不错的一些景物 想让景头的观众朋友们看到的时候 当我把镜头对向这个景物的时候 麦克风也自然对向了景物 所以说我在这个时候说话的时候 它这个枪型指向它是背对我的 它是不能很好吸收我的声音 那我现在有这个蜗牛云台的话 当我对着景物的时候 我只要把麦克风扭过来 翻转对着我的嘴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很方便能吸收我的声音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现在是下午4点钟 然后看看我的Bulu在干嘛呢 Bulu你在干什么呢 哎呀我们往前走一走好不好 Bulu往前走一走吧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我们看看Bulu在干嘛呢 Bulu你在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尿尿了 那我们在这尿一下好不好 不能乱尿 你要在这边 对对对 在这边 在这边还可以给花花草草呀什么的 对不对 过来Bulu 过来喽 来喽 Bulu 来了Bulu 过来Bulu 这边这边这边 过来Bulu 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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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乐 今天呢本来我是有出差计划的 我打算呢在家中呢 给大家做完这期开箱视频 然后再去 结果呢我的合伙人给我提前打电话 我现在就要出发 但是呢我感觉呢 今天晚上还会有时间呢 所以说我把所有的包裹全都带上了 我们到酒店继续给大家做这次节目 那我们现在走吧 我们走了 啊 我们现在出发 出发了 我觉得呢有时候呢就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本来就算给大家在酒店里继续做这期开箱视频呢 结果呢还是有些时间不太凑巧 所以说还是回来给大家继续来做这期开箱视频吧 那这次回来的时候呢刚好又多了一件配件 那就是在我右上方 一点钟方向的这转 补光灯 那跟我刚开始做的视频的时候呢 刚好大家也可以做一下比对 之前是完全的自然光 没有任何的补光灯 那现在呢光线达到我的呢 就是来自这个春莹呢 价格非常便宜的 这款不光灯 大家也可以翻翻看我上一个视频啊 对于这款灯的一个开箱评测 接着来给大家进行开箱了啊 那我们还是从小键开始 不用这把刀 换把刀 好 我们还是用这把Buck刀 在上个视频的时候我用我确实非常好用 用这种好刀呢 就会有一种非常愉快的心情 B指刀呢 每次都咯哒咯哒咯哒哒响 每次听起来还是非常不舒服的 而且它的使用效果真的没有这把小刀好 我以后打算所有的开箱视频都用这把刀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款产品是一个来自于 它的英文名字怎么说啊 这是 中文的话叫巅峰设计 它是相机的一个手腕带 它的英文名字我看看在哪 Peak Design Peak Design Cuff 应该是怎么说吧 最近学习了一下英语的拼读 应该还是挺有效果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包装可以从这里直接这样翻开 这样就是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展示产品的一个效果 首先看到的这是一个手腕带 那这款手腕带呢一共有两款 一款黑色的一款这样的棕色 那我买的是这款棕色 这个扣呢是巅峰设计最亮点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非常的方便 只要有一个小外接环一扣就能扣上 然后打开看一下 我开箱呢是偶尔暴力 偶尔不暴力 这个主要也是看当下的心情 然后这有一个小手袋 因为我买的时候我还单独买了一些它的小配件 因为我感觉非常的好用 我当时多买了这个扣呢 主要是想把它再放到背包上 然后有时候你背着背包外出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个扣 这个扣呢绑在相机的这个左右两侧 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只要这样扣上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非常的结实 然后再一按它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设计我还是挺喜欢的 非常的实用 因为我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觉得认为我很实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分享给大家 然后他们继续拆开包装看一下 把这个拧下来 OK 好 那这就是手腕带的一个全貌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哈 非常漂亮 非常有质感的手腕带 当然它的价格 也可以说是不是很实惠 但是我觉得这个品质 它这个扣子 毕竟咱们的相机还是最主要的一个设备嘛 相机摔了就买一些 可能网上在淘宝上也有一些那个纺织品 但是质量过不过关 还有待于去评测 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我还是觉得用正品的话比较合适一些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 但是对于相机来说的话 那就不算什么了 安全第一嘛 因为我平常不光去拍一些视频 也去拍一些人像 拍一些风景 扫扫街什么的 也会去拍一些照片 所以说当拍照片的时候 我的背带基本上是不用的 我什么时候用到背带呢 只是我在拍BRO的时候 作为一个固定 也是三点式的固定 手持来拍BRO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第一个视频 拍摄的厨房的BRO 我是没有用稳定器的 我也会在以后的频道的更新之中 分享一下如何用手持的方式 可以使相机稳定的状态下 拍出丝滑柔顺的BRO 声歌慢点头 我平常不用背带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 我是不喜欢带背带的 因为带背带的话 大家都知道也是非常勒的话 你拿稳定器的话 它是非常的负重 如果不是商业性的创作 包括对于视频的质量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手持来 进行BRO的拍摄 第一个是挂在脖子上 勒的脖子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我拍照的时候 都喜欢把背带截下来 然后手持去拍摄一些照片 但是拍摄照片的时候 尤其是在旅途之中 我也是非常的担心 手机突然滑落怎么办 或者是你拿着相机 在构图的时候 你完全投入到风景 完全投入到人物的一些构图 你要拍摄它的时候 突然碰掉了 所以说我觉得配个手腕带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担心相机 掉到地上被磕坏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下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 这个包裹 我们打开看看是什么 这个是我买的一些电池 我买了一共是买了三块电池 只是封标的 封标的F750 因为我觉得970有点太大了 本身我是经常喜欢出去外出拍摄的 不太喜欢让自己的相机负重太大 这款电池我主要是用了我的监视器而配置的 我相机现在上方是 是阿图木的Ninjaway的监视器 当然我的那款小的LED灯也可以同时使用 在外出的时候 这两个配件我都是经常携带的 所以说也是非常担心他们的供电问题 因为有几次拍摄确实是没有电了 在联系电的充电非常耽误时间 我这次是买了三款电池 三块F750 那一天的工作任务 基本上就能满足我的使用 晚上的时候 我只要把所有的电池 一次性的供电 那到早上起来的话 新的一天 又可以再继续使用 这是非常方便 我为什么用F750呢 因为我觉得 970的话电池的话有点太大 如果我在加上电池器的时候 我再配上个970的电池 它的重量就非常的重了 所以说我觉得F750的话刚好合适 而且也非常美观 你如果是用F970电池 配在你的Ninjaway上的话 你的监视器上的话 那它是非常的突兀的 后边它会 因为它那个电池是非常大的 也影响美观性 当然是负重和美观 双重影响 所以说我选择的是F750 三块电池 当然它也配了三个充电器 三个充电器 这是一块电池配一块充电器 这样你只要去配一个 你足够使用的插座 然后每天晚上 你就可以把你用过的电池 来进行充电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想放在这儿 然后再喝够咖啡 这件呢是我买的一个录音笔 它是来自于Tescom DR40X 然后我们开箱看一下 走一下 这个刀非常锋裂 我发现有割箱子 直接割到了箱子 而且一划就开了 好那这个在我手上呢 就是来自于Tescom DR40X 一款录音笔 那这款录音笔呢 它有很多型号 有DR05呀 DR07呀 那我为什么选择DR40X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去做OSMO 这款产品呢 还是要讲到实用性 它就是对于我的一个需求 因为我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卖艺的视频 会有一些乐器的演奏啊 吉他的一些弹唱啊 所以说这款录音笔呢 因为它的下面是有两个卡龙头的 其他款是不带的 其他款的都是3.5的一个接口 所以说这款录音笔的效果的话 它可能会更适合我一些 然后我们打开包装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用另外购入的一个防风的毛衣 我也想过如果说在事外的话 如果说我要用到这款录音笔 来吸收一些华性的声音的话 我不希望在大风的天气下 由于风噪啊 产生一些我不想要的声音 所以说我又购置了这款防风的毛衣 然后我们来打开包装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录音笔的情况啊 看一下它的外形 是什么样子吧 首先这是一个说明书 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看说明书 我知道很多技术展颜是不太喜欢看说明书的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这应该是个小配件 具体完不知道什么用之后 我可能会有针对于这款产品的评测 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一个开箱 说明书我可能会看一下 我比较喜欢看说明书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主机 它比我想象中的这个重量要轻很多 拿在手上一点都不沉 非常的轻 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产品呢 然后很多人都说这款产品呢 没有字幕的好看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我非常喜欢这种纯色的 我不太喜欢那种五颜六色 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觉得纯色还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整个排序啊 包括它的logo啊 我觉得它是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时音的地方 这个麦克时音的地方呢 它是有两个的 这两个头是可以变换的 那这样子呢它是AB序列的 那这样子呢它是XY序列 那这两个序列有什么区别呢 当我们调到这个XY序列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在现场录制一些收声 它这样收声的话 整个声音它是通过中间这个位置来吸收的 所以说我们听到的效果呢 它会比较集中一些 当你打开把它变成AB序列的话 它是从两边来吸收声音 比如说你想去录制一场演唱会 你在现场的话 你如果是在舞台的正中央的情况下 因为舞台两边都有音箱嘛 都有一个音箱墙 你在一定的距离 只要把它切换到这个AB序列 它这样左右两边的音箱墙的声音 就会录入到DXX里边 你听起来呢就会有立体声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下面呢 有两个卡龙头 它是有左右声道的 如果你想录入一些左右声道一些立体声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两个口 具体这款产品呢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使用 所以说我现在不做评论 在之后我使用过一段时间呢 我会对这款产品呢 专门做一个评测的一个视频 我们现在再来开下一个 然后终于轮到我们的大件了 这个是什么呢 移探究竟 这个包裹 包的还是挺厚的 然后这里边应该都是一些没用的了 一层一层的打开 它是一个盒子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怎么开 在这个地方看 这样断过来 这样有一个口 我没想到这个东西那么小 这是babyface pro 这是一款生卡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盒子放在一边 这里边有根数据线 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款生卡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 在我印象中 这个生卡至少要再大一圈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看到实物的时候 往往跟你心里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这种小巧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生卡太大的话 它也是非常占面积的 它这个小巧还是带给了我一定的惊喜 它的主公版这儿有一个旋钮 具体我也没有使用过 所以说现在也不做评论 这款生卡也是录音室专业季的一款生卡 录制一些人声 包括一些乐器 包括一些乐队的一些编曲 都是可以用这款生卡的 它是录音 可以说是录音师一款非常专业的生卡 当然也有一些网红 一些大主播在用这款生卡 来做一些唱歌 才艺展示的一些视频 我买来这款生卡 主要还是用来一些编曲的一些方面 包括一些乐器人声的一些录制 具体也是在我使用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会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评测 我们继续看看下一个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包裹 这是最后我们今天开箱的最后一个包裹了 这把刀还是非常锋利的 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 这是一款来自于AKG的大振膜电容麦克风 它的型号是C414XL2 然后我们继续把包装给拆开 这款麦克风也是录音室专业级别的一款麦克风 这个箱子做的非常漂亮 我都不忍心把这个包装给撕开 但是我们该撕还是要撕的 非常的漂亮 AKG的logo在这里 然后我们继续打开 打开包装 然后我把箱子放在正面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么打开 还有个扣 要打开 哇哦 大家可以看到吗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小巧 非常漂亮的 这箱子里面只有两个 两个 两个吗 三个 然后这边还有 这边就是一些说明书啊 之类的 还有这个配件 一个防喷 防喷罩 好 我们把箱子还是把箱子放一边 这个小箱子我非常的喜欢 银色的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哈 它一共是包装盒里边呢 一共是4个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非常的漂亮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前面是一个金色的 有种那种 落日黄 落日金的颜色 把这个包装打开 看得更清楚一些 暴力拆 这款麦克风呢 大家别看它体积小 它是非常专业的 是一款达到录音室专业级别的 一款大振膜的电容麦克风 这款呢还有一个姊妹型号 我手中拿的这款呢 是C414XL2 还有一款呢 是C414的XLS 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它是那个型号 它从外观上来看的话 那一款的话 这个前面它会稍微的深一点 这款呢就是非常的漂亮 落日黄 那这两款来作为比较的话 我为什么选的这一款 因为在官网上 对于这两款产品的介绍呢 这款产品它要录制人生 要更加亮一些 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一些歌手呢 也都是在用这款麦克风 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录制 那这款麦克风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也会具体使用过它 一段时间以后 来对它进行一个评测 我可能会呢 拿我手上 目前我所拥有的几款麦克风 你比如说罗德的那款Rude Mac Pro 加那款枪型的指向型的麦克风 然后包括这款大振膜的电容麦克风 再加上我现在胸前佩戴的一个小蜜蜂 它是来自于博雅的一款领夹麦克风 这三款麦克风做一下对比 你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就是不同价位不同类型的麦克风 它们都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当然我购买这款麦克风呢 也是因为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说设备这方面呢 我们还是一定要去选择适合我们的设备 去进行一个购入 毕竟设备呢是为我们所产出的视频内容 来进行服务的 任何一种产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类型 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适合你现在 或者是以后你要创作视频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面有几个按键的一个选择 这个应该是麦克风拾取的一个方向型 它的范围拾取的范围的一个切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边 后边它有个低频的一个选择 它是从6它是从0 6 12 18 你可以针对于你的低频的做一下切换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高通的一个滤镜 来相应的进行调节 这样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好具体的测试 我们之后再做评论吧 然后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防震架了 插在这个防震架上 再架在你的麦克风支架上 就可以进行一个录制了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麦克罩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防喷的防喷罩 我们今天所有的开箱都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也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投币点赞收藏转发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请点击关注 你会在我视频内容更新的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去吧 去吧 去吧